隔空抓药神力一定千万别再被骗了 宋传代理盘点六位被拆穿的超能力者 几年前有一位自称具有特异功能的大师张艺成为了热点人物 据说他可以透视人体 根的这个扩散的地方基本都红了 不用X光就能直接看到病灶 然后伸手向白胡子老爷爷请药 凭空把鲜药变出来 那么他的能力到底是真是假的 台湾有个叫詹丽人的魔术师 在看过张大师的视频后就认定他是在招摇撞片 于是他在记者会上跑到张颖的身边要求看看他的手 没想到张大师立马就慌了 不断的进行辩解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 詹丽人迅速的在桌子底下找到了带有药味的贴纸痕迹 必须让大家解释到所谓的空中抓药 或是将其扎在指缝里面或者是桌子下 利用魔术手法装神怒鬼致病偏远 最后张大师也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或者不说是大快人心 眼前这个大师好像自己拥有发电就像特异功能 更是直接在节目上表演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将灯泡点亮 真是太神奇了 无独油在马来西亚也有这么一位超能力大师 可以通过手持灯泡的方式检测人体内的健康情况 但离谱的是就算被诊出疾病也不用怕 因为这位大师还能用鸡蛋将污碎植物吸出来 难道他真的是神医吗 当然不可能 来看看詹姆斯兰迪打假现场你就明白了 之间他轻而易举的便还原了点亮灯泡这项特异功能 被毫不留情的将其拆穿 原来迷底竟然是在拖鞋上 众所周知人体可以导电 而大师所穿的这双特殊鞋子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一旦按下便会有电流穿过身体 从而将灯泡点亮 与此同时兰迪解释到 用鸡蛋吸出污水之物就更加简单了 只需要在上面钻一个十分微小的孔 灌血进去用胶带封住 就自然而然的完成了 只能说这位大师骗人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打假王兰迪 还有哪些精密超能力骗局的名场面呢 关注下期我们一起去看 精密超能力骗局 希望本期视频能让大家长点心 眼前这位男子 号称现实版的万磁王 可以用身体吸住任何物体 小到勺子叉子 大到十来斤的金属 全都不在话下 很多人都对着神奇的表演表示震惊 但万万没有想到 打假大师兰迪来到了现场 只见他掏出一包爽身粉 把万磁王的前手涂了一个遍 这下万磁王彻底的傻了 我的超能力怎么不管用了呢 难道爽身粉是什么屏蔽魔法的道具吗 其实这个所谓的万磁王 只不过利用身体上的汗把金属吸住 充实量就是长得胖一点 出汗的能力强一点 所以比一般人更能够吸住金属 或许找个300斤的大胖子 把热空调一开 他也能吸 美国科学实验的几位科学家 声称找到一位真正的超能力大师 希望兰迪可以来辨别真假 此人用意念就可以让一盒普通的火柴 在手臂上翘起来 科学家们用尽了所有仪器 包括显微镜 X光等等高科技 都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众人均怀疑 他可能是真的有超能力 刚开始兰迪也找不到问题所在 后来经过反复实验 终于在一本书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只需要把一点点皮肤挤进火柴盒里 使其捏住皮肤 便可以随你所想的升起或者是降下去 绝窍就是你的手臂皮肤 别太薄 是不是超级简单 看完这个视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那么这些小把戏都是假的 用意念空物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关注我 下期我们一起去看 眼前这个人叫加普斯 声称自己可以用意念控制物体 只见他面前的纸张 在他的控制之下 竟然真的翻页了 赢得观众是呼声正正 但打仗大师兰迪却不以为意 很淡定的白白手表示 这家伙绝对是用嘴 或者是鼻子吹气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 他在书的周围 倒上了轻薄的塑料 一旦空气咬动过大 这些塑料就会随之活动 准备完毕 兰迪让詹姆斯再试试 果不其然 这次无论他怎么上蹿下跳 纸张就像泰山一样 稳稳地待在那里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主持人打原厂说 詹姆斯你是不是不行了 没想到这话 深深地刺激到了他 立刻解释了一堆 有关于塑料有静电 超能力屏蔽等等 让人听不懂的话 引得大家是昏腾大笑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 奇葩的通灵治疗师 因为能够一口说出 对方的信息病灶 甚至可以看透人心 被很多人认为 他真的具有通灵的能力 以此来吸引一大批信众 并利用他们疯狂连财 每年赚400万美金 但其实他所使的把戏并不高级 只是在耳朵里面安装了蓝牙耳机 时刻聆听妻子的声音 而通过现场观众 所填写的祈愿表格 便能够轻而易举地 获得民众们所有信息 此人的通灵能力自然不言而喻 尽管蓝迪用信号接收器拆穿了他 但一年后这个骗子再次付出 依旧有大量的信众 对此蓝迪也表示很无奈 不过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起码听到他的声音 一部分人不会被骗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